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我要毒幽 我要毒幽 两位出个假吧 出 您开便是 一看这小姐就不差钱 不像旁边这位 既穷酸话还多 你说谁胸酸呢 我们家小姐可是当场 别说了 小姐 咱们本来就没钱 八百关 小姐 八百关得生你多少年的俸禄 没钱也可以拿其他东西来换哪 你 你别打歪卓言 我告诉你 菊莉 人家不是那个意思啊 老板 一千罐 这位小姐出手阔处 又非富商之女 那应该是世家大族了 对不起 一万罐也不卖 这是为何 这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不卖了 慢走啊 这位小姐 我看你连一百罐都拿不出来吧 老板 您刚才不是说 如果没有钱可以拿东西来换吗 对 是我说的 那是要用什么东西换啊 当然是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啊 最值钱的 是我的才华 在下要是没看错的话 您应该就是那个女炭花 不错 正是在下 而且刚从江南镇灾回来 老板知道的还挺多啊 不但我知道 而且定睛的人都知道 在下也是江南人士 穆大人为镇灾一事东奔西跑 但经节律的 我甚是佩服 佩服就不必了 能把毒油卖给我就好了 老板 您能不能便宜点 只要穆大人用你的墨宝换就是了 老板 您要我写什么呀 除了诗都可以 我就要诗 就要我写诗啊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老板 我这字 您可别挂起来啊 那我们走了 谢谢 谢谢 走 这是 字不错 卖了 卖给谁了 就是刚才跟你一块儿 看中毒油那人 是他 他出了多少钱 毒油非凡品 岂容俗勿秀 自有或掩人 不做冤大头 把你给你带走 不做法 你把你带走 看中毒油 是什么